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工准备 图件验收 设备组装 设备固定 真空处理 冲6幅化硫气体 设备调整 现场检查和试验 施工准备 主要机具及材料准备 包括吊车 汽车 专用吊具 真空泵 6幅化硫气体 微水测量仪 简陋仪和GIS试验设备等 合理布置现场 做好防尘措施 进行GIS设备及附件检查 确认完好无破损 土件验收 户内土件验收要点 建筑工程已基本结束 交接验收合格 GIS设备大门尺寸 保证产品可顺利进入 GIS分支母线 伸向室外的预留孔洞的尺寸及位置正确 室内的起调设备应通过专项验收 基础预埋键检查 预埋键中心线误差小于等于正负10毫米 相邻误差小于等于正负5毫米 预埋键水平误差小于等于正负10毫米 相邻误差小于等于正负2毫米 设备组装 设备基座采用设备专用调节垫片或调节螺栓调节水平误差 设备本体组装要求 环境相对湿度小于80% 采取相应的防尘防潮措施 合理选择吊装器具和使用吊点 按照制造厂的编号和规定的程序进行装配 使用的清洁剂 润滑剂 密封纸和擦拭材料 必须符合产品的技术规定 原件拼装前外部要清洁 法兰对接要点 法兰面密封槽及密封圈清洁处理 密封圈规格正确及放入密封槽内位置正确 检查内部可见原件完好并清洁吸尘处理 接口处理结束 应用塑料薄膜临时覆盖防护 法兰面对接过程 法兰面间隙距离均匀 套管吊装要点 采用专用工具和有效防护措施 树立和吊装方法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套管导体插入过程对中平稳 套管导体插入深度符合要求 套管法兰螺栓对称均匀旋紧 并按照规定例句紧固 设备固定 地角螺栓或化学毛栓采用热度新产品 同类螺栓露出长度一致 螺栓防松方式可靠 焊接固定其预埋件大小和厚度满足焊接要求 焊接面应饱满均匀 真空处理冲6伏化流气体 真空装置冲气设备及管路系统洁净密封 真空装置应有异常停泵防护措施 真空处理气室内残压及保持时间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6伏化流气体应检验符合相关技术条件 冲铸六伏化流气体过程 检查密度继电器接点压力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各气室内六伏化流气体的含水量 应符合规范和产品技术要求 各气室内六伏化流气体 粘漏气率应符合规范和产品技术要求 设备调整 断路器操动机构检查无异常操作正常 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的操动机构检查无异常操作正常 相互连锁操作正常 现场检查和试验 各项操作正确可靠 交接试验项目全部合格 电流护感器和电压护感器二次回路接线正确可靠 接地连接线和接地引下线正确可靠 合格